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 是这个我们所熟悉的巴斯卡三角形 OK 那我们知道呢 左边单纯就是以简单的这个数字呢 写下来相加相加的结果 1加2等于3 这边都是加起来的结果 加起来的结果 加起来的结果 那但是有趣的是 当我们把它换成是二项式定理的这种写法的时候呢 诶 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看哦 这个代表的意思是说 C3取2加上C3取3 就会等于C4取3 或者是说呢 这里的C2取1加上C2取2 会等于C3取2 你看看我们写一下 C2取1加上C2取2 它确实嘛 要等于2加1 这边要等于3 就是C2取1加C2取2 确实会等于C3取2 那这边呢 是C3取2加上C3取3呢 会等于什么 C4取3 那这里呢 也很有趣 如果我们看这个的话 C3取1加C3取2 会等于C4取2 C3取1是3嘛 C3取2也是3 确实加起来会是等于C4取2 等于6 我们都发现一件事情 诶 如果是比较小的两个C 然后呢 旁边是相邻的 那数字 1跟2的话 最后呢 上面就会加1 然后呢 这边会怎么样 留比较大的这个 你看这里是33变成4 然后这里是23的话 留下3 这里33变成4 然后12的话 留下2 所以我们就用 这个地方来想了 巴斯卡三角形的 某一行 如果呢 是Cn-1的话 它会长得像是这样子 好 比如说呢 Cn-1的0 然后呢 Cn-1的1 对不对 Cn-1的2 然后呢 点点点点点 那当中呢 可能到某个地方的时候 是Cn-1的k-1 然后呢 Cn-1的这个k 然后再点点点 最后呢 就到这个C的n-1的n-1了 对不对 就像这里 就像这里从C3取0 到C3取3 这边就是从Cn-1取0 到Cn-1取Cn-1 那它的下一行呢 它的下一行就是什么 Cn-1的 Cn 不是Cn-1 Cn的0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呢 是Cn的1 这里是Cn的2 那理论上呢 到这边呢 就会变成是什么 Cn的k 有没有 你看看 这边是C3取1 C3取2 那这边就是2 所以这边是k 这里就是k 然后n-1 n-1 这边就变成n嘛 然后这里 到这边 最后呢 是Cn取n 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了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们真的能够确认说 Cn-1 取k-1呢 然后加上Cn-1呢 取k相加 会等于Cn取k吗 再说一次 就是Cn-1 取k-1 加上Cn-1 取k 会等于Cn取k吗 好 这个式子 等一下 我们来证明 而我们要先说 这一个式子 就是鼎鼎大名的巴斯卡三角 巴斯卡定理 巴斯卡定理 这个巴斯卡定理呢 其实就是发生在巴斯卡三角形里面的故事 只是呢 他是透过这个二项式定理里面呢 把这个系数写出来的方式 来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来证明 这一个定理 这一本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